郭忠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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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貴賓 總統抵達會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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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在这里跟各位第十三届 国家建筑金奖获奖代表来见面 因为我要感谢大家 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 从民国89年也就是2000年起持续举办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优良的建筑厂商提升他们的品质 保障消费者购物的权益各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它代表的不是各位只是在空间的规划方面的专业 还包括工程的品管建筑美学以及客户服务的水准都包括在内 还有就是各位在企业形象还有文化这方面得到消费者的肯定 所以说不光是硬体也包括软体 所以这方面的贡献我们高度的肯定 而且还要诚挚的感谢 因为各位提升了我们整个空间运用的水准 这个活动在民国95年到民国101年 迈入台湾永续关华协会所设定的这个所谓中期的目标阶段 希望借由媒体包括网络还有其他的这个小众媒体 积极向消费者推广正确购物的知识 并且宣导优良建商共同来推动建立 建筑物的履历制度 现在包括农产品的履历制度非常的夯 桌上的食物要知道来自何处 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历程 然后让消费者的安全跟健康得到保障 这个完全一样 建筑物也要建立一个履历制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具有创新 而且务实的做法 此外在领选标准上 比过去更为严谨 一方面要资本而足够 财务健全 手法诚信 除了具备有实务的业绩之外 甄选委员会还要借着媒体 还了解客户的意见 也就是说 在业界的风评 都包含在审核的标准 当然也要包括 法院的判决记录 还有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意见 所以这个考虑的时候是非常的广泛 也因为这样能够脱颖而出的都是墙中更有的墙中手 也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 买的安心 住的放心 用的顺心 这些高标准的条件 事实上我们这个是在三年多前 不是三年多前 推行绿建筑更早了 那么开始推行到现在 再加上最近几年我们推动 行政院节能减碳计划等等 也真正发挥了绿建筑原来设定的目标 一方面结合了资讯通讯产业 整合营建节能科技 规划一个绿建筑 这个智慧绿建筑推动的方案 这个变成三年前 我们刚上任没有多久 当时刘兆全院长提出四大 在六大新兴产业之后 吴敦毅前院长 推动四大新兴智慧型产业 绿建筑就是其中之一 那到底我们这样推动的结果 国内国外的反应如何呢 各位可以看看 在前不久 世界银行发布一个2013年 经商环境报告 它叫做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就是经商容易的程度 在185个经济体当中 我国的经商便利的程度 是排名评比10个指标 我们是排全球第16名 16名好不好呢 我们先看 我们上任之前 第一个是去年是25名 我们现在进步到16名 如果跟四年前相比 我们那个是61名 这次进步了45名 这是可以说我们近年来最好的成绩 那其中 其中有项目跟各位有关的就是 申请建筑许可的指标 我们从原来的排名 全球第76 进步到第9名 整整进步了67名 我觉得这不可能无感吧 真的是有感 感觉到这方面在是很了不起 而我们政府内政部在有关建筑方面 不动产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做法出来 包括不动产交易 实价登陆 早先我们推动奢侈税 都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更透明 更保障消费者的环境 因为建筑跟房地产都是国家重要的产业 这也许是经济发展的龙头 我们高度的重置 但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否认 民众早些时间对于高房价 可以说是民怨最高的一个项目 但经过了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的改革 也出现了一些成效 所以我回头来看 去年就这个时候 今天是20号 去年的12月13号 立法院会期的最后一天 因为为了一月的选举 提前休会 那一天我们完成了所谓居住无法 居住正义无法 包括刚刚讲的不动产交易 实价登录 凭良心讲 真的是有很多 各位这个行业的朋友跟我说 马总统 你这么大胆啊 还有一个月就要选举了 你做这样的一个改革 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想 不管我是不是要竞选 该改革的还是要改革 当时大家也很担心 会不会马上就跳到 从实价登录 跳到实价课税 这个呢 我们透过法律条文里面 明文规定 如果要课税的话 要等到配套措施完备 而这些配套措施呢 大部分都还要经过立法 就不会让大家觉得 包括自有房屋的人 都感到会有威胁 所以你看我们开始实施之后 内政部不断的公布相关的资讯 现在一共几万笔了 你公布了三次了嘛 我看那个开始大家慢慢有感觉了 消费者开始了解到大概房屋市场的情况怎么样 他不会在一个比较不了解的情况下去消费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往前迈进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对于国家对社会都是正面的 也会使得各位的贡献呢 更得到人民的肯定 所以今天再来跟各位见面 我是满心欢喜 也希望各位的努力呢 能够得到民众的肯定 再往这个前发展 提升台湾建筑水准 空间运用 这样的努力 能够真正的开创新兴建 最后再次的肯定大家 谢谢大家 并祝大家工作顺利 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 请日线生活开支林董事长